新冠肺炎肆虐全球现在又出现了Delta变异病毒株 让现在各国都相当紧张 也祭出了施打疫苗希望能够拼全体免疫 不过呢打疫苗之后是不是就完全没事了呢 专家就提醒了其实疫苗并不是万灵丹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我们就带你来看到其实在全世界 尤其像是在以色列 它的疫苗接种率是全世界的第一名 但是它还是有近六成的民众得到了重症 尤其是它是这些疫苗接种者 所以呢这样子的状况也让人不敢大意 像是美国疫苗覆盖率也是很高 但是呢在国庆廉价之后 他们的病毒依旧是扩散了 也因此呢专家就分析了 酿成这个破口的三个因素 第一个就是病毒本身 由于病毒它会不断的突变 而且会变得更具有传染性 因此有时候呢可能很容易躲过 这些免疫的防护 再来就是疫苗的环节了 在制造啊厨房 甚至在管理的时候也有影响 接种后呢 它也需要一些时间来产生防护力 最后就是个体反应的差异了 像是年长者或是免疫系统 比较不全的人 很有可能就激发不出 这些抗体或T细胞 但是如果你是免疫系统良好的人 也有可能这个疫苗的防护力 随着时间逐渐下降 也因此呢这个佛奇他就说了 要特别的注意 纽约时报也讲到疫苗 不是一个金盾牌 佛奇也讲到破口呢 不应该视为疫苗无效 只能说呢这个病毒在变异的同时 我们也要想办法 一起来对抗它 请大家订阅按赞 分享TVBS News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也请用手机下载 TVBS新闻APP 让您随时掌握 国内大小事 你什么东西 我认识 我认识 我认识